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明天開會 趙食指將會討論 凍結將租資計劃屋邨回收的單位出租 以及調整公屋入息和資產上限 房委會租資計劃涉及39條屋邨 可以供出售18多萬個單位 截至去年年底大約有2成2 41,000個單位未出售 房委會每年從租資屋邨中 自然回收大約1,200個出租單位 目前以屯門山景村是最多 有4,700多個單位 去年施政報告建議 房委會積極部署加快出售 租資計劃回收的單位